2020年11月8日 現在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超過5千萬 現在是5千零十萬八千多 多了就是45萬9千多個 死亡方面增加了6千八百幾個 去到1百二十五萬五千多 仍然是最大的新增國家就是美國 多了十萬零四千幾個 去到1千零一十六萬三千幾個確診 死亡方面增加了九百幾人 意大利成為第二個多新增國家 增加了超過三萬九千幾個 印度增加了三萬九千幾個 波蘭多了二萬七千幾個 英國二萬四千幾個 巴西二萬一千幾個 俄羅斯二萬零三百幾個 德國一萬一千九百幾個 烏克蘭一萬多個 一萬七百幾個 這裡還有九個國家 新增的確診數目是超過一萬的 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相信這些數字會比較小 星期日或者星期日 數字會增高很多 接下來還有一些 例如羅馬利亞、伊朗等等 他們增加了九千幾個 哥倫比亞八千幾個等等 哥倫比亞八千幾個等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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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